大家好 我是天狼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春天的花后修剪 我们会有一类这样的品种 春天我这个花卸了之后 我们会发现你看 它在上面开花的小细子上长了很多芽 那它又长了花苞 我剪吧 我舍不得 不剪吧 它就在顶上长了细细拉 长这么几个芽 那这种我们怎么操作 答案是一个剪 为啥呢 你不剪这些花开的不会标准 除非你的小花单半的不用管 你像这个是分花的 你一定要剪 剪了之后它会分得更好 长得更壮 所以说我们不纠结 从这种地方剪掉它 你看 按照我们之前讲的 长出来一个叉的 一个芽的这种的去掉 因为这样会确保 我们接下来它同时开花 你看这种的 长芽不要剪掉 修剪的时候就会感觉到 这个刺嫂的品种确实有优势 不扎手 不是 这颗剪成这样 可以了 好 今天就到这里 感谢观看 好 是 vardı 我们下次再来睡一rió 那我们下次再来睡一会儿 我们下次再来睡一 Task 我们下次再来睡一会儿 结 Fifty 快点咱喪 我们下次再来睡一会儿 dependent